歐大利亞總理朱利亞吉拉德2月23日星期四呼籲他的執政黨工黨就期領導人舉行投票 結束他和前任也就是外長綠克文之間的惡鬥 格拉德女士說特別投票將於星期一早上舉行 他希望他的同事認可他繼續擔任總理 格拉德宣布這個決定的前一天 綠克文在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期間宣布辭職 謠傳說綠克文試圖推翻格拉德女士 作為回應 格拉德的支持者呼籲內閣開除綠克文 綠克文抱怨 格拉德女士一直未能拒絕這些要求 綠克文未有公開聲明他的政治野心 只是說他回到澳大利亞之後 將會決定自己的未來